我自己觉得法国人的恋爱观 这个恋爱真的就是以爱为主 你爱的时候就在一起 不爱的时候咱们就算了 解除同居活动 你只需要到市政府 签个字就行了 而离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行政手续 不用结婚你也可以深想 还是完全合法的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小米 今天晚上呢 我要和大白菜去一对朋友家 参加一个小型的 五周年结婚纪念日派对 先给大家展示啊 我今天晚上的OOTD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请扣1 不喜欢的话 请扣2 今天派对呢 是在这对夫妇的父母家举行的 他们的家是在乡下的一个 maidown里面 就是中国人说的别墅 我们到的时候 刚好是日落的时候 哇塞 这个场景就让我特别羡慕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在法国 买一套别墅啊 在别墅里 可以种南瓜 种青椒西红柿 再一个苹果树 再一棵梨子树 种一个梨子树 反正你想种啥树 你就种啥树 甚至养两只老母鸡 每天有新鲜蛋吃 不想吃蛋了 还可以把他们杀掉 炖鸡吃 反正在法国有套别墅 就是美滋滋 努力一下还是可以有的 加油 好了 颜规真状 我知道大家现在有很多同学 都在奔赴法国留学的路上 我们就今天借这个主题 来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法国人的恋爱结婚观 首先我声明一下 以下我想说的观点 是我在法国生活十年后 观察到的个人观点 你千万别来跟我杠 你要杠就是你优理好吧 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浪漫的这件事 大家都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男人 首先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主要是看你怎样去定义这浪漫 如果你觉得浪漫是男朋友 是不是送你口红包包 带你去高岛餐厅吃饭 那么我觉得大多数的法国人 一定是不浪漫的 很多情侣出去吃饭 毕竟都还要AA制是吧 我之前在我的公众号写过一个故事 就是我曾经在餐厅当服务员打工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晚上是情人节 有一对法国情侣他们接账的时候 居然把账单一分为二 精确到毛 因为按经验来说 一般男士都会把零头都给付了 况且那天是情人节 我当时有点震惊了 虽然平时吃饭的时候 法国女生会主动的支付这个账单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平等的表现 但是我看过一些街头采访 法国女生认为男士时不时的请他们吃饭 也是让他们感觉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浪漫是男朋友 可以去看看海呀 看看日落呀 一起去爬花山 或者他在早上给你准备一个丰盛的早餐的时候 这个就是浪漫 那么我觉得法国人很多人都是浪漫 他们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 法国男人还有特质就是嘴巴特别甜 在我刚来的时候 我听到他们叫对方伴侣的名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让我起气皮疙瘩 比如说 比如说 而中国人就是比较可爱的那种类型 比如什么宝宝呀 妞妞呀 傻瓜呀 猪头啊 小宝贝呀 哥哥妹妹这些 如果有一天我叫我男朋友猪头 他可能会觉得我不爱他了 当然俗话说一山还有一山高 在这方面我觉得意大利男人绝对是世界无敌的 如果有一天你去意大利旅游 你突然在街上看到一个帅哥 对你眨眼睛 也夸你漂亮 你千万不要小路乱撞 因为他对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 就像你且撑狗里游 只要你死个女儿 怎么得和你美女 你死个雷 怎么得和你甩狗的倒立丝一样 我自己觉得法国人的恋爱观 这个恋爱真的就是以爱为主 你爱的时候就在一起 不爱的时候咱们就算了吧 当然了 谁在年龄也改变你这个对爱 说爱就不爱的自由程度和洒脱程度 在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 你20多岁的洒脱程度 肯定就比你40多岁 50多岁的洒脱程度要大一些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同意这种观念的 甚至我结婚以后我也会同意这种观念 我不太同意的是 你结婚以后有了小孩 你说你生活过不下去了 你就是为了这个孩子而过下去 我个人是非常不赞同 孩子生下来固然你要负责非常重要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人生最重要的 还是我自己 我坚决不会说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而委屈求全 大家现在不要说我站着说话不要疼 其实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我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我宁愿他们离婚 也不想在一个没有爱 或者在争吵的环境下长大 况且他们把我照顾的很好 我觉得我没有损失来自任何一方的爱 现在来聊一下法国人的结婚观 其实说实话在我身边 像他们这样结婚了的人很少 大部分30岁以上的情侣都是签订的同居合同 在法语里叫做Bucks 同居合同跟结婚最大差别 就是当你们决定要分开的时候 解除同居合同 你只需要到市政府签个字就行了 而离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行政手续 而且涉及到财产的分割 签同居协议的意义就在于 它是在法律形式上承认你们两 是一个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情侣关系 双方签订合同以后 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共同报岁 是类似结婚的一种简单的形式 还有刚来法国的同学千万比较惊讶 因为在你身边你会看到很多没有结婚 但是小孩已经上初中高中的这种情况 因为法国人真的很少结婚 而且在这里不用结婚 你也可以生小孩是完全合法的 好了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那么我们就在视频结束之前 切回现场来感受一下晚会的气氛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 千万别忘了关注我 走前也别忘了素质三连哦 流血的真相 出国被看